嗨大家好我是YG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豬子裡面最狠的寶可夢 狠辣椒 不要覺得他名字很拔辣 他是真的很有料才敢叫這個名字 狠辣椒種族值486 其中重點在於他的攻擊和特攻 但這一次我比較推薦各位玩特攻 因為他會得物理火招只有火焰牙 所以沒辦法用來玩火鼠的物理攻擊 所以我的努力值是吃在特攻和速度 性格我則是選擇內斂的性格 特性我的選擇是低埔特夜綠樹 日照下可以讓速度變成兩倍 持有物我推薦帶講究眼鏡或是生命寶珠 眼鏡的話可以提升攻擊1.5倍 但是會鎖招 不想鎖招的話各位也可以換成生命寶珠 只不過輸出會稍微低一點點 那泰晶屬性各位務必要選擇火屬性的泰晶 原因在於我們這一隻的玩法呢 是在玩推對秒殺擊的 配招我選的是噴射火焰 大自暴 日光速還有終極吸取 主要的玩法就是用大自暴 直接去噴死對方喔 但大自暴命中率只有85 這就是最尷尬的地方 每次玩這種命中率80 85的 我都覺得命中率只有50% 跟伯伯一樣有點太刺激了 所以我才多配了一個火屬性的噴射火焰 如果對方的血量剩不多的話呢 就可以用噴射火焰 那秒殺對方啊除了眼鏡火 他已經大自暴 我們還需要一隻可以幫他開日照的寶可夢 那就是這一個傢伙啦 我們的晴天好朋友煤炭龜 煤炭龜他的特性日照 可以在上場的時候直接開日照 所以我通常都是先發煤炭龜開日照 搭配一些擊敗騷擾招式 像是隱形炎啊清除之煙啊 清除之煙可以消滅對方的能力變化 真的是非常的好用喔 避免對方直接在我們面前疊buff 另外我們還配了一招火系的輸出招熱風 那地震的話主要是要拿來增加打擊命的 不過各位也可以配成日光束 畢竟我們也開了晴天嘛 我們的煤炭龜也可以當作是另外一種輸出手 煤炭龜的奴隸值呢 我是給他吃特攻和HP喔 性格我則是選擇冷靜的性格 持有物我帶的是赤熱岩石 可以讓日照延長到8回合 當然啦我有看過有持有物帶避難背包的 然後配招呢配一個叫做過熱的招式 過熱之後特攻下降 就可以觸發避難背包換很辣椒出場 但我自己是有點怕運動那種 會開守住跟你爐的對手啦 也比較希望我們的煤炭龜可以起到一點起點型的作用 多丟個隱形岩之類的東西再下去 所以我個人是比較偏好帶赤熱岩石 好介紹完之後我們就開始實戰吧 Let go 好的這一場的對手 對面有一個肯泰羅大罪歐 先知一部自爆磁怪爆飛龍 還有這個開牆壁的傢伙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第一隻先選煤炭龜 第二隻很辣椒 第三隻 來個八部吐蕃好了 他可能會 他們看到我有煤炭龜吧 他可能會想要用那個大嘴歐的降雨 去把我的煤炭龜給蓋掉 那這樣他第一隻應該就不會先發 大嘴歐了 因為速度上 大嘴歐速度比較快 所以他會先開下雨 那煤炭龜速度比較慢 他後面開的那個日照 會把大嘴歐的下雨給蓋掉 所以他應該 如果他猜我煤炭龜先發的話 他應該就不會先出大嘴歐 他可能會先出那個開牆壁的 好那我們就這樣選 誰 大嘴歐 還是他以為我先發不是煤炭龜 那這樣他的日照會被我蓋掉 直接蓋過去 速度線上的問題啦 如果速度比別人慢 這個天氣的話 是後宮的人 才會蓋掉 那這樣的話他應該會換吧 那我們先丟個隱形眼 這樣他等一下再換上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賽到四分之一的血量 先止一步 OKOK 出先止一步是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我們這一隻比較 帕特攻型的攻擊 那他應該直接巨生 他巨生有可能可以把我收掉 我在想要不要換 因為他等一下應該 他應該大嘴歐 他大嘴歐還留著 所以 他如果上來把我們日照給蓋掉的話 我們這隻 就要重新上來 還是我們直接攻擊 反正我們有八部吐蕃嘛 我們直接換好了 換八部吐蕃 這樣萬一他等一下下雨 蓋我們天氣 我們可以再把他蓋回來 巨生OK 哇 巨生這麼痛的嗎 妖精屬性 好 沒關係 我們這邊換我們的狠辣椒吧 來吧 狠辣椒 只不過他這邊如果換的話 換大嘴歐上來的話 他如果換 換大嘴歐上來的話 那可能會有點難過 我們直接太精化大字爆 大嘴歐 應該是打不掉 因為還有下雨 火屬性威力又減半 換 誒 不是大嘴歐 好 沒關係沒關係 那我們這一個威嚇 沒問題 我們是特攻型的 他應該要換大嘴歐比較好 可是雖然他換了大嘴歐 我下一回合應該會把 煤炭龜換回來就是了 再把他的下雨天給蓋掉 去吧 狠辣椒噴死他 噴死嗎 可以耶 效果不好 但還是噴得死 這個是日照加太精化的威力啊 沒問題的 而且還有生命寶珠 大嘴歐了吧 OK 大嘴歐 蓋我們的日照 可是他也扣掉 我們剛剛撒的隱形岩 四分之一的血量 這樣的話我們這邊 再換回煤炭龜 然後把他的下雨天給蓋掉 這樣他等一下再重新上來一次的話 他會不會被再扣 四分之一的隱形岩的血量 來吧 煤炭龜 大龜龜 日照 那他水泡應該噴不死我 噢 他要直接太精化嗎 水屬嗎 應該是水屬吧 水屬性 OK 他想直接水泡噴死我們 哈哈 還沒中 COLAND 我們直接 欸 今天熱風好了 反正我們現在有日照 熱風打下去 應該是最痛的 水炮 他中了 呦 會死嗎 會耶 即便是二分之一 也擋不住他的水炮 我們換很辣椒上來 我們最後一隻 那這隻很辣椒我是帶生命寶珠啦 所以 我們可以丟日光樹 我們不是講究系列 所以 不會鎖招 所以我個人是比較喜歡帶生命寶珠 不然鎖招的話有時候很麻煩 OK 日光樹直接收掉 很好很好 一切都在掌控之內啊 對面第三隻好像是 仙子一步吧 仙子一步 丟個巨生我可能會死掉 我們先丟噴射火焰 保守一點 呃 欸不行我們不能丟噴射火焰 我突然想到 他是特防型的 仙子一步特防很高 哇 他這樣 為什麼不是巨生 為什麼他不是出巨生 為什麼是精神衝擊 好吧 對手救了我們一命 巨生我可能就沒了吧 精神衝擊 超能力系吧 而且還不是 不是本系的 巨生應該會比較好吧 OK 我們 緊要關頭 好過一劫啊 感謝對手啦 好 我們這一場對手對面有 敗陸 球菇 賽富豪 多龍 快龍 還有鋼凱鴨 以及洗衣機 喔 這一場 嗯 這一場 感覺稍微麻煩一點 因為對面火 有兩隻龍鼠 還有一隻水鼠 超 水鼠加電鼠的洗衣機 所以他們比較沒有那麼弱火 但是不確定 我們這一場很辣 就是在講究眼鏡 說不定可以把他們打掉 好 我們就這樣配 我們第三隻選火神鵝啦 第三隻 火神鵝就當 因為火神鵝有時候可以去 他特防夠高 然後他還有鬼火 可以去廢掉對方的 那個快龍 只不過比較怕的是 對面的快龍 他直接開神速 然後用一般泰金化 然後直接去打我的 狠辣椒 這樣的話 因為神速一定會先攻嘛 神速是先制加2 狠辣椒 應該是撐不住那一下 之前有被打死過 不過帶講究眼鏡的 大自爆 加晴天的狠辣椒 有沒有辦法直接把他們弄屬 因為是效果不好 有沒有辦法直接打掉 也是個問題 那我們就來看看吧 OK 戰鬥開始啊 對面那個平頭小子 他是不是想遮住頭髮 OK 我們先發煤彈龜 對面先發多龍 不知道他多龍是特攻型還是物攻型 如果是物攻型的話 我們的煤炭龜可以活久一點 我們先丟隱形眼 欸 前...前...前陵奇襲 還真的有人配這招喔 那這樣對面應該是物攻主 物攻為主 多龍 那沒關係我們隱形眼丟完了 下一回合我們一定是後攻 所以下一回合一定達到人 我們直接丟樂鋒 對面還要再招 欸 還好 半血左右吧 這邊也差不多快半血 他應該再牽一次吧 感覺他會想要把煤炭龜直接收掉 打不到 他收得掉我嗎 不知道收不收得掉我欸 啊 可以 可惡 該死了亂數 那我們換很辣椒上場 還是火生兒 很辣椒好了 很辣椒 幸運的話 我們全部大自暴都打中 就可以直接把他們推光光 應該是可以 他應該是沒有 應該是沒有 他們對面也沒有營火特性的 所以 只要大自暴有中的話 基本上都沒有問題 可是說實話 我真的很不喜歡大自暴這種招式 大自暴的85% 我每次用起來都像50% 就是有中和沒中 超級不喜歡這種招式 因為我是一個很帶賽的人 所以每次都很常不會中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拍片 那個賽 那個運氣會不會好一點 拜託啊 大自暴炎 打不打 可以可以可以 丟出去了 nice 只要對面不先攻 比較怕的是快龍啦 快龍如果 一般屬性加神速 一般屬性他已經加神速 就有點危險 這個好像 就算對面出的是 有帶圍巾的洗衣機 洗衣機 洗...洗衣機 呵 呵呵 快龍 啊快龍是飛行系的 直接扣掉1分之1 那這樣我大自暴一定是打得死 神速 啊他沒泰金 失算 他如果泰金的話 看起來是打得死我 我被扣了一半血量 他泰金應該是打死我 第三隻誰 洗衣機 洗衣機 欸夜律速下應該 比泰金還要快 用夜律速是兩倍 泰金是1.5倍 沒記錯的話 泰金的速度應該是加1.5 呃乘1.5 好我們再大自暴 對面泰金化 泰金成什麼東西 雷屬性 欸那這樣他直接送打點給我們 我們原本打他是效果不好 他變雷屬性 我們打他直接變效果一般 那要謝謝對手 應該可以打死 可以可以 哇 對面幹嘛太進化了 他不太進化的話 雖然說我覺得他就算不太進化 應該也活不了 OK 感謝對手啦 OK我們這一場對手 對面有巨斷匠 海豚 草貓 迷你Q 還有 微波爐 我差點又要叫烤箱了 微波爐三手二樓 那我們一樣出我們剛剛的固定隊伍 煤炭龜 橫辣椒 還有巴布吐蕃 巴布吐蕃可以用來對付他的 那個海豚 因為我有點怕說海豚 直接水太精 然後用音速拳 這樣的話我們很辣椒 我覺得是撐不住啦 因為我們很辣椒的 物防其實也蠻低的 再加上對面的海豚蝦 物防 物攻的部分 種柱子又很高 我記得是160 只不過這一隊 迷你Q的話 各位之後玩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因為有些迷你Q會開戲法空間 然後開詛咒 是一種輔助型的迷你Q 但對面應該 不會這樣玩 因為對面除了 呃對面 其他寶可夢基本上速度 都是算快的 除了巨斷匠 欸巨斷匠 欸不對 巨斷匠好像有90幾吧 我有點忘了 反正對面速度都是快的 所以對面的迷你Q應該是進攻型的 不是輔助型的 OK 戰鬥開始啦 這邊出什麼 欸 海豚 那他應該 直接快速折返吧 對面是想要玩海豚的 那直接快速折返 我們先 想一下喔 丟個隱形眼吧 OK 不會頭 非常的癢 海豚俠 不知道欸 現在好像大部分人都很會打海豚俠 但海豚俠的套路太固定了 非常好解 好 三手鱷龍 三手鱷龍 就稍微麻煩一點 可是沒關係 我們的 這個 我們這次帶還是大致 我們這次那個很辣椒是帶 講究眼鏡 講究眼鏡應該是打得死 那我們先出 還是我們先出八部突破 八部突破有格鬥技 可以剋他 可以嚇他一下 或是很辣椒直接上去噴大隻爆炎 其實好像也都可以 我們換八部突破好了 上去嚇他一下 讓他把這個 把他這次換掉 欸 對面 可是對面有迷你Q吼 因為如果我出格鬥招式 啊對面如果放迷你Q上來 我們就打不到人了 所以我們先出 他到底會不會換 他到底有沒有帶迷你Q啊 這差很多 我們保險一點好了 先電光雙擊 至少確保打得到人 我對面出 這個是洗衣機 不是洗衣機 洛托姆 打死嗎 打不死 不會痛 大概消到三分之一的血量 那這樣 音速拳不知道打不打得死欸 我感覺可以拚拚看喔 我們音速拳好了 他速度可能比我們快 所以我們直接音速拳 不知道他是不是帶圍巾的 如果他是帶圍巾速度 啊 過了 就音速拳打不死啦 哭喔 那這樣我們的 很辣椒 我們可能要直接開太... 可能要直接出大字報 因為我們很辣椒是講究 講究眼鏡 啊對面三手惡龍血還是滿的 雖然說上來 他上來會被隱形炎扣個三分之... 呃...八分之一的血 但是沒辦法 我們應該只能大字報炎 我們沒有辦法換招 欸對面還有三隻欸 我突然想到 他們海豚還沒出來 這樣的話我要日光速嗎 不行不行不行 我覺得我們還是大字報好了 所以我不知道 大字報打不打死海豚俠 真的不知道 效果不好 如果打得死三手的話 應該也打死海豚俠 啊這個有中 而且我最怕的事情應該是大字報炎 我要連續打三發 那個機率 會被miss呢 這邊出 這個是誰 死啊 海豚俠 欸不行 我覺得海豚俠這些太精化 因素權 我應該就沒了 除非 我一直能丟大字報 欸 他怎麼不因素權 哇 被打死欸 這麼痛的嗎 哇 傻眼 這個大字報這麼痛啊 將近滿血欸 海豚俠 效果不好 直接被打死 這個很辣椒真的很狠欸 太狠了 太狠了 那這個三手二龍呢 應該也打死吧 蛤哈哈 對手 一定傻眼 他就這樣直接被我一推三欸 直接被我一個反殺 他好不容易殺掉我兩隻 然後他們還有三隻 他當下一定覺得他贏定了 然後這也很辣椒 大字報也很全中 OK 謝謝對手啦 OK 打完之後啊 我們一樣來總結一下弱點喔 最主要的弱點 當然就是大字報沒打中啦 還有啊 如果你要帶生命寶珠的話 搭配日照和太金火的大字報 其實啊 是不能保證可以直接秒殺對方的 我之前有遇過一次三手二龍喔 我帶生命寶珠 然後開火太金大字報和搭配日照下 結果啊 是沒有辦法直接把對方一擊秒殺 如果真的要一擊秒殺的話呢 我還是比較建議帶是講究遠近 可能會比較穩一點 但是也要小心那種特防高 而且對火鼠又有抗性的寶可夢 如果沒有一擊秒殺的話 那很辣椒會很危險喔 因為他雙防都很弱 而且很有可能會被反過來秒殺 好 那各位對於這次的橫辣椒有什麼想法呢 歡迎在留言區分享啦 那如果你看完實戰 覺得YGO哪裡要加強的也歡迎提出來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之後我會分享更多對戰讓大家知道 不想錯過我的朋友 記得訂閱和開小鈴鐺 那最後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按個讚和分享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大家掰掰